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三种常见模具 快速铺烘焙纸的小技巧 我们先来看正方形模具 裁出一张正方形的烘焙纸 像这样对角折叠两次 然后将三角形的顶端紧贴着模具的一个边 像这样做出划痕 沿划痕折叠一下 再像这样折出一个横向的痕迹 现在将两个角剪开 正好剪在交叉点处 你也可以像这样剪 细细的裁掉一条纸边 都可以 再沿着折痕向内压一下 好了 天衣无缝 非常的方便合适 你学会了吗 第二种长方形吐丝模具 先裁出一张长方形的烘焙纸 像这样对边折叠两次 先横向折叠 再纵向折叠 就像这样 开口的一边朝向自己 根据底部的大小 做出一个折痕 然后像这样沿着折痕 再对折一下 将开口的一边朝向你的右手方 量一个模具的高度 然后折叠一下 现在沿着虚线的折痕 将它剪下来 再折横处朝内再压一下 刚刚好套入吐丝盒 是不是很方便 简单 再来看圆形模具 取一张正方形 或者长方形的烘焙纸都可以 对角折叠四次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再来对角折第三次 和第四次 折好之后 你会看到两边都有一个纸边的痕迹 沿最短的纸边把它剪掉 现在找到底部的中心位置 在半径处折一下 打开 沿着中心的折痕 放入圆形模具 沿着底边压一圈 天衣无缝 刚刚好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简单 喜欢烘焙的朋友 一定用得上 赶紧收藏吧 我是唐莉 记得订阅我 谢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